对,我们大方的大部分是在恒店,所以我这段是离不开恒店 从这段早期采访中,人家人说他这辈子可能离不开恒店了 这话说的一点也不参加 从2017至2019年期间,人家人一直就在恒店来回拍戏 例如锦衣之下天机之白蛇传说,修长不说再见这几部剧 可以说是人家人无缝连接拍出来的几个角色 基本都是在恒店度过的 从2020年至2022年,这三年期间 人家人还拍了与君出相识请君周生如故,一生一世 暮色心淵,还有刚杀青不久的古装玄幻题材剧《无忧度》 虽然这三年拍的作品,没有那两年辛苦 但是人家人一直在工作,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 还参了综艺嗨放派前两集节目,可谓是工作劳模 魏大勋曾经还挑唐人家人说,他是离不开恒店的 看到人家人这些年,一直在恒店无缝连接的拍戏 这也难怪他离不开恒店,每天都在辛苦拍戏 被无数影迷称之为恒店小王子 每年都会给观众带来多部优秀作品 人家人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不但有颜值并且演技功底也很扎实 从这段采访中,人家人说冬天拍戏不仅约束多 并且还很冷,确实如此 回往之前人家人在拍摄《大唐荣耀》 以及锦衣之下这两部巨石 因为是在冬天拍的 所以经常被动的感冒发烧到最后得了肺炎 不得不说,冬天里拍戏确实很辛苦 尤其是需要熬夜拍戏时 人家人说夜里12点后是最冷的 很多人都冻了生病了 拍到12点的时候 我们又在一个市城的一个风口 非常,很多人都已经变 好的,要不然《大唐荣耀》这部剧 真怕人家人坚持不下来 毕竟距离有大量的打气与台词 那时作为新人的人家人 不仅发烧感冒 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 在这样辛苦的环境下 人家人凭自己的意志力坚持下来了 也才有了他今天的成就 但是对于人家人本人来说 一切努力付出都是值得的 希望任家人今后拍戏时 能赶上春秋季节 这样的天气是最舒服的 任家人他也说过 自己最喜欢的季节是春天 可以穿短袖衣服 春天就是可以穿一件短袖 一件衬衣的季节 运动就可以穿短袖 不运动还能穿一件衬衣 然后什么都可以 就是可热可凉 如今已经是2020年11月中旬了 期待人家人能给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带来更多的优秀作品